首先一開始很感謝協會與我們南大老師還有我們有機會可以透過戲劇來陪伴學生 我們可以知道剛剛也有說了嘛 就是這群青少年其實在學校裡的適應常常遇到許多的困難或是阻礙 但其實戲劇就是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老師說藝術沒有標準答案 但老師說學校裡的課程 我們大家老師跟學生都在追求一個正確的答案正確的一條路 那很希望可以透過戲劇的方式去創造一個環境 讓孩子在這個環境當中他有機會透過扮演 剛剛有看到職業的發展 可能還沒有機會真的去做了這個工作 但是戲劇的環境或戲劇的策略就是營造這個環境 讓孩子有機會去體驗這個職業 他到底會遇到什麼樣子的困難挑戰 他的生活到底長怎麼樣 我們很高興就是有機會讓這群孩子們接觸戲劇 然後我們也會努力的在課程上陪伴這群孩子 以上謝謝